大家好,我是Stan 四代代表女团一级的新曲Sneaker Z 突破了1亿观看次数 8月27号,根据媒体报道 上个月15号公开的一级新曲Sneaker Z 今天突破了1亿观看次数 而因为Sneaker Z的1亿突破 一级从出道曲弹拉弹拉 爱戏 Wannabe 到新曲Sneaker Z 连续7首歌都突破了1亿观看次数 创下了四代女团中最好的成绩 而Sneaker Z的专辑销售量也突破了94万张 刷新了自身最高纪录 一级更成功吧 真的很谢谢静静的非常努力的一级 希望以后也能继续给我们听好听的歌曲 一级粉丝好高兴 希望之后的海外讯会能大方 健健康康的回来 下个消息是 今天Twice某某的服装正义 这个新闻登上了热搜 而在论坛 Twice这次的服装太漏了 这个贴文也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先来看一下引起热议的照片们 再怎么说是风格 这根本就只是穿了内衣啊 不是说漏不漏的问题 这设计根本就是内衣 说是忘记穿衣服了也会有人相信的 其有就不知道了 但是默默真的很夸张 都什么时代了还用胸罩做风格 胸罩挂个product就很潮流吗 而且胸罩太大一点都不好看 为什么要穿个这次的歌曲风格 一点都没关系的这种衣服呢 为了炫耀身材吗 没人气了所以这样吗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这只是在MV中穿了一下而已 在音乐节目的时候都是穿着上映 怎么能只看着照片这样酸呢 这是因为胸部比较大 所以看起来会有点色 这种程度的衣服 其他女爱豆们也穿了很多次 不过真的其他爱豆穿的时候 没有觉得很色 但是默默只有因为太丰满 所以才会看起来有点严重 男爱豆脱衣服就说很帅 女爱豆穿的少就说是性商品话 少在那里说废话了 对于Twice成员们的服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收到很多关注的一个贴文 有收过女艺人们的告白吗 Yes 这还叫提问可可 你要问 今天收到几次告白了才对吧 可可 干脆问她呼不呼吸吧 会没有吗 这不就是跟你吃饭了吗 一样的问题 换做我也会想要告白 而且就算被拒绝了 也不会感到伤心 也不会伤到自尊 应该跟男生也收过告白吧 可可 好羡慕艺人们 能有机会向强努告白 所以如果大家是艺人的话 会向强努告白吗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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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